停播了近两个月的快本终于有了新消息 相信大家也都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毕竟这档陪伴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节目 时至今日还是许多人每周六晚守在电视机前的理由 快本结束 没说再见此前芒果台 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去谈话后 就紧急下架了本台的一些综艺节目 就连王牌综艺快乐大本营也以升级为缘由停播了将近两个月了 说是升级其实也相当于是整改停播 在停播的这段时间 快乐家族的几位成员也嫌少在荧幕中露面 想必也是为了此后的节目能够顺利播出作与热 毕竟正逢多时之秋 而且一直是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芒果台 自然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甚至何老师连自己出道一万天纪念日时也没有出来回应什么 想来是要低调到底了 丁程兴缺席全新节目的录制近日 你好 星期六的官博发表通知即将播出 虽然阵容暂未公布出来 但快乐家族肯定是合体不了了 不然就不用改名了 而前不久刚官宣加入这个大家族的丁程兴并没有回归 也没有参与此次新节目录制 丁程兴不能继续录制 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芒果台如今可算是不允许自己再犯一点错了 而丁程兴作为一个没有主持人正的常驻自然是不合理的 毕竟因为这个问题 天天向上的主持团就做了很大的整改 但也有网友称如今正值疫情丰效期间 丁程兴团体的一些活动也都没能出校参加 所以此次缺席快本自然是情理之中的 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 毕竟丁程兴可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考察期后官宣成为快乐家族的第六人 家族的其他人对于小丁的加入也都纷纷发文祝贺 所以此次缺席并不会意味着将永久出席 网传丁程兴全新综艺开启 但是丁程兴不去快本后 网传奇迹将加盟一档全新综艺 那就是文物NPC 该节目讲述以文物为主题的剧本杀或者狼人杀 每期以一套文物及其背后的真实故事为母版来进行游戏 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故事和案例 节目过程中 将邀请与故事相关的真实人物和专家加入NPC 通过调查解谜互动 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感受传统文化之间的精神共鸣 NPC阵容化学反应强网传 该节目暂定的常驻嘉宾 有范澄澄、丁程兴、张真元、齐思君 四位年龄相当 综艺感都很强的少年 这样一档将文物知识和当下年轻人最喜爱的剧本杀 和狼人杀结合的节目 不用想感觉就很适合这四位了 而作为一档全新的节目 四位作为初始的NPC 自然比半路加进去的人员 能够更容易对观众接受和喜欢 毕竟当初丁程兴加入快本 还是让很多观众直呼难以接受 而这档全新的节目 不仅有好兄弟张真元相伴 一起录制的都是年纪差不多 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哥哥 在这样的氛围下 想必录制起来更为舒适 也没有那么多争议的话题 你期待这档全新综艺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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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